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劍行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近日可能混在家裡的樹白無了賴 於是每天都寫一篇網誌出來 月旦時事 他今天那篇網誌竟然點名 踩低美國總統特朗普 到底他怎樣說呢 他說 看到特朗普總統的回應 實在有點氣憤 昨天他在記者會上表示 美國的個案人數高於中國 是因為美國篩檢人數增加 並且質疑中國的統計數字 接著他就開始罵 作為泱泱大國的領導人 特朗普這番言論 實在是非常之少 事實上他和副總統彭斯早前的言論 已經多番明示或者暗示 想將自己抗疫不力的責任 推到中國的頭上 我想請問葉劉 你這番的說法 其實就是假設了中國所有的數據 所說的都是真實不虛的 當人家質疑你那條數 到底是堅定留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大國風範的話 你就應該拿出證據來 去駁斥特朗普總統嘛 而不是就這樣說 你小家 你說這些就是推卸責任 你說這些都無補於事 其實你這番言論 無非就是以中國的利益出發 就是寫給那些藍粉 不單是特朗普總統質疑 很多外媒都引述一些 來自中國的消息 就是說 根本上中國 是沒有做到檢測 在有些地方 甚至金融時報 都是對於 湖北省清零這個數字 是有所質疑 為何你又不引述一下這些報道呢 而且說到不相信官方的數字 別說外媒 山高皇帝遠 只是說大陸的人民 都未必個個信 如果真是個個都信任 就不會出現在九江長江大橋之上 兩省的警員對峙起來 最終爆發衝突的場面 接著葉劉真的引述外媒報道 他就說 昨天美國CNN就報道 位於太平洋的美國航母 羅斯福號 出現了25宗個案 根據美國官方指 目前的源頭是成疑的 只是表示武藍 曾經在兩個星期前 去過越南的樹停泊 葉劉就叫大家細心 想根據全球的數字 其實越南的個案 在兩個星期前只有47宗 情況都未算不受控 更加遠遠低於美國本土的數字 由此可見 美國官方的解說 並不能盡信 我不明白了 為何 在越南的數字 在兩個星期前很低 於是美國現時官方的說法 不能盡信 這是當中有了邏輯上的跳脫 那你如何從CNN的這篇報道 以及現存的證據當中 能夠得出 為美國官方解說 並不能盡信 這個結論 當中有什麼邏輯關係 你可否解釋一次呢 所以有時候看葉劉的文章 一定要用邏輯思維去看才行 當然有些人會立場先行 比如說那些深藍 一見到葉劉的名字 也不用看內文寫什麼 更加不用看他 到底有沒有道理 反正一見到他的名字 一發這個貼文 立即要讚好 分享和轉發給朋友看 最後葉劉又引述另一家外媒的報道 就是每日電訊報的報道 就說英國或者已經找到0號大元者 原來他在1月中的時候 曾經前往奧地利話說 你引述這篇報道 目的很簡單 無非就是要為中國開脫 要為中國撇清責任 即是說英國的0號大元者 都是在奧地利感染的 即是跟中國無關 皇帝不急就太緊急 寫這個網誌出來又何苦 這篇文章我相信除了我們看到以外 美國市領館的人員也會看到 很多有心人也會看到 不知道會不會翻譯成為英文 一拼就送交到美國國會 等人家下年的人權報告 在草耳的時候 將你這篇網誌列入為考慮因素之一 到其時制裁名單就真是好看 今年未必有了 趕不及了 而且最新的一件事也是好笑的 土耳其原來在中國買了很多檢驗試劑盒 當地官員指出 原來準確程度只有三成至三成半 真是這樣的東西 為何還有人買的呢 捷克已經中了一服 不過這批似乎有進步了 準確到三成至三成半 捷克那批準確率只有兩成 所以歐洲人在買便宜貨之前 真的要考慮清楚才好 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接著說回本地的消息 這隻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似乎他是戀賺權位 至今仍然不肯辭去行會成員的職務 待會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他這個立法會議員和行會成員的身份 到底有什麼利益衝突 我們先說他今天的言論 昨天林鄭公佈了兩條新規則 其中一條是針對食店 說要限制他們每張桌子之間 要有1.5米的距離 或者限制他們每間食店入座率 不能超過一半 那些業界當然 甚至樹葉也下落 說到自己慘過梁天來 苦過金葉谷 到底張宇仁今天出來 如何幫他們伸冤呢 他說 日前已經和六個飲食商會代表商討過 業界明明自願在晚市提供外賣 八折優惠 以及開一半座位 但現在政府立法要求 食店全天都要關一半座位 令到餐廳大失預算 亦都很傷 他就說 店舖較小的食店 很難做到1.5米距離 這個要求 商戶就自備以拉架 或者是屏風 隔開那些食客 有業界中人就說明 如果要搞成這樣 寧願不做 暫時停業 長痛就不如短痛 而且他就要求政府 可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在這個政策實施期間 提供進一步的協助 包括租金支援 人工的支援 以及寬免一季差響等等的補助 亦都呼籲那些業主減租 好了 問題就來了 首先 你就是有兩個身份 一個身份就是代表這個飲食界 因為你是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 故此你發表這一番的言論 就是欺如其分 因為你作為業界的代表 你一定要為業界發聲 所以是對的 你要為業界的利益來說話 但是你同時又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問題就來了 首先行政會議就奉行兩件事 第一就是保密協議 第二就是集體負責制 張宇人昨天 星期五下午就有份去開行會的特別會議 你在裏頭 我相信你有表達到你個人的意見 但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因為你說要有保密製 好了 我們不去討論你說什麼內容 反正 林鄭在下午六點半鐘 她宣佈這兩條規則 就是你們集體負責 張宇人是有份談出來的 可能你在行會裡面是細菇力藥 可能只有你一把聲音 代表飲食界系 但是你們集體負責 如果你最終出來說 林鄭搞這條規則 令到我們的業界很傷 我受不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個行會裡頭 行會成員所代表的 就不是業界利益 他想的就是公眾利益 你搞清楚 是不是 你業界代表當然是代表業界利益 但是你作為行會成員 你代表的就是全體七百多萬市民的利益 你不只是想業界 你搞清楚是不是 其實在外國很多國家都已經採取類似的措施 包括全日都不准唐食 只是准外賣 甚至乎有些國家就關閉食店 不過在關閉食店的同時 就會對於食店的企業和僱員都有所補助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節目中所提倡的建議 但是你章與人可能在行會裡頭建議失敗 林鄭就不聽你章與人的建言 那為什麼你還要繼續戀賺這個權威 你不辭職明智呢 這就是問題 你是不是戀賺權威 你是不是侯著行會裡頭有八萬三千零五十元的薪酬 當然 我又要解釋一次 新兼行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出糧 就不會有十萬零一千元 只剩下六萬多元而已 所以葉劉和張宇人這一類雙鳥議員 即是新兼行會的立法會議員 兩樣加起來 其實就每個月十五萬左右 到底你是不是不捨得這份薪酬 你不捨得這份肥缺 所以你到這一刻都不辭職 你已經說到業界已經很傷了 你在這個行會裡頭是難以力挽狂難 在這個行會裡頭 當年在2003年的時候 你的黨友田北俊 正正就是沒有辦法在行會裡頭力挽狂難 他沒有辦法在立法會裡頭支持23條的立法 所以他就辭去行會的職務 行會其實是要支持政府的 你現在經常走出來 就跟政府來的唱反調 這個身份是有衝突的 對不對 你應該辭去行會的職務 然後專心就代業界來發聲才對 我們就不是 現在就不停地違反行會的集體負責制 你有份的 張宇人 如果你認為政府現在所談出來的 是跟你張宇人沒有份的話 麻煩你辭去行會職務 因為作為一個行會成員 其實就等同於政府的內閣 你不相信的話 你就問一下周梁 你就問一下田兆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說行會成員等同於政府的內閣 是有責任去支持政府的 而飲食業界我覺得也要覺醒 大家看看那些措施 談完出來 根本上就是向那些大財團 大集團 或者連鎖店來去傾斜 是不是 桌和桌之間保持1.5米的距離 入座率只限一半 對於哪些店舖是最有利的呢 當然就是連鎖店 當然就是大集團 難道是一般的小店 難道是一般租兩三百尺的小店 那些小店當然是不開 好過開 人工也虧了 皮費也虧了 入座率只有一半 可能本身的檔夜 只能坐在那十個八個客人 豈不是坐在那四個 而且桌和桌之間 如何保持一米半距離 你量度給我看 所以業界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警醒 然後登記成為選民才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